豪鐵台鐵釀成了重大的死傷 而受傷的傷者以及罹難者來自全台 後續的賠償法律責任 該由誰來負責 為了有效協助傷者還有罹難者家屬 得到應有的賠償 法律輔助基金會等單位 他們共同舉辦記者會 宣布要開辦成立專案 對罹難者家屬還有傷者 都會有律師團來協助辦理後續的法律問題 泰魯閣出軌事故釀成49死200多人 輕重傷 慘痛的死傷數字 也代表著一個個破碎的家庭 後續的賠償還有相關法律責任 要如何來辦理 就怕傷者和罹難者家屬需要幫忙協助 法復基金會還有其他單位 共同聯合舉辦記者會 宣布成立專案 也有律師團會親自協助 後續相關的法律問題 各地申請受害者的人數 跟需要的時候 來號召外部的律師 協同我們會內的專職律師 來一起辦理 這次的被害人 幾乎來自全台 而且肇事原因還有相關責任 都很可能涉及民事損害賠償 國家賠償 刑事責任 假扣押等等 相關的法律程序 具體的補助或是請求的金額是多少 會由律師這裡進行法律諮詢以後 了解被害者的需求跟實際的狀況 在於法律相關的規定去做計算 法律我們不懂的 之後要怎麼做 還有一些那些比賠 甚至是那個訴訟的問題 希望透過專案能夠連結其他社會資源 共同陪伴被害人度過艱難時刻 也希望能維護這次事故當中 相關人員應該有的法律權益 華視新聞劉悠君張淑明報導 對,並不幸福感人士 悠久的消息 反正把風塞做音 忍耐 永遠